教中方即刻在任內曾經多次談及修和盛事 他首先提到自己會定期辦告解 他經常表現這種需要 特別是在四巡旗的懺悔禮儀 教中也會在聖伯多六大殿和廣場聽告解 他鼓勵懺悔者克服羞恥感 當我們嘗試懺悔 我們必須感謝 這意思是我們不承認罪 這是好 另一方面習慣辦告解的基督徒 就被提醒告解不僅是禮行公事 教中方即刻對聽告解的神父也提出建議 鼓勵他們不要事而不見 鼓勵他們不要事而不見 但也不要過分地去告解 提出沒有價值的問題 性侵是另一回事 面對醜聞 有些政府 譬如是法國政府 呼籲廢除修和盛事的保密制度 但教中方即刻拒絕這個提議 教中方即刻在不同場合說過 修和盛事是與天主相遇的特許場所 在當選教宗之前 他已經為自己的退休安排 他講到其中一個計劃 是利用空閒時間聽告解 請問一下 請勞的感動 請勞的解決 請勞的解決 請勞的解決